45. 星島日報 樂韻遼新心專家駭讀抗例 2015年7月22日今日館E-02萬讀樂趣潘曉同心情煩躁 你或會想到郊外聽聽從明,失戀過後 你或想聲師力揭喊唱苦情悲歌 這些行為都讓人對音樂的治癒聲大感驚奇 然而音樂力量由起指這般簡單 四位從海外學成歸來的音樂治療師俠寫音樂 說不簡單一書,分享親身參與各類治療個案 向普羅大眾展示音樂在書情意外 在現代科學和林 實證下的治癒能力 文 潘曉彤 圖 潘曉彤 龍曉林 插畫 星島圖片庫 新話社起子安府情水雪起音樂治療 許多人都會想起你帶我唱或大合奏活動 原來即使並不特別喜歡音樂 聽後降騰 人類腦細胞會特別活躍 先不說開口腔唱或肢體的律動 涉及肌肉控制和腦部分析 僅僅令天使接收旋律和直拍的過程 以牽涉腦部不同區域的運作 透過專業評估後訂立針對性的治療目標 音樂治療可在平復情緒外 於生理、認知、社交和溝通等範疇上走得更遠 就像醫生團證 開始治療前 音樂治療師先要評估受助者的能力 訂立治療目標 在針對性設計相應的音樂體驗 訪問當天從醫院趕來的六餘換Vivienne 剛剛完成一節與一名中風男士的音樂治療 她口齒不清 是因為舌頭和口肌不能協調 我們透過唱歌練習讀Val 再慢慢加入Consonant 她發現是因為吹不到氣才讀到某些音質 覺得很神奇 從她太太口中得知她喜歡唱周杰倫的歌 Vivienne 為何她在唱歌時會如此焦急 便安慰她先從拍子穩定的生日快樂歌開始唱起 消說日後才跟她一起搖失 有時音樂是病人生活中唯一可以自主的事情 於澳門鏡湖醫院任職全職音樂治療師的Vivienne 想起她一位十二歲病人 指音樂激發某些病人的求生意志 給予她們生活的意義 她許多器官都衰竭 因此限水限食 每天都在捱餓 因為住心設治療部的隔離病房 家人每天只能探望兩次 每次半小時 整天都沒人陪伴 沒有社交 也沒有quality of life 小女孩非常珍惜每次與Vivienne見面的時間 一次血壓過高突然暈倒 醒後身體非常虛弱 卻堅持要聽她唱歌 用戰鬥的手感受音傷的震盪 她可以選擇玩什麼樂器 聽什麼歌曲 那是她生活中唯一可以作主的事情 後來她情況好轉 轉到普通病房後 我開始在她的夏威夷小結她貼上顏色標籤 讓她練練手指 她苦笑說醫生 護士們看見她們活動的畫面覺得很溫馨 但音樂治療可做到的 其實比營造溫馨氣氛更多 量身訂造有趣體驗 音樂治療在香港並不流行 據梁曉盈 Angel 了解 全港的外國註冊音樂治療師 只有五十多人 本地沒有註冊制度 大學院校沒有開設有關學科 本地私人機構提供全職職位更只有寥寥兩三個 問到個中原因 Angel 少言 醫院設有全職音樂治療師 應該是狠久以後都不會發生的事 她俗說 那因為音樂治療創立時間不長 而且推廣不足 尚未在香港醫療架構佔上職位 加上香港醫療資源不足 人手長期不救 我們處理的不是Life or Death 更需要一段持續的治療時間 很多時候只當音樂治療為Lost Resort 有錢也不會投放在這方面 但其實非藥物的介入也非常重要 到海外報讀相關專業、演奏技巧指示基本 Angel和李鎮中Victor同為大學本科音樂系畢業生 指出入學面試除了樂器詩咒 考生的性格是否樂於在人 以及其溝通和人際關係處理能力也列入平核範圍 音樂治療師與表演者最大的分別得在於音樂造詣 音樂家站在石光燈下、最求完美無下的表演 而音樂治療師就從舞台上退下來 把授助者要到舞台中心 讓他們發揮潛力、接受眾人的掌聲 即使但錯也無雙大雅 因為最重要的是投入和參與 由於每人的性格、愛好、經歷和病況不同 即使病徵相近 Angel強調不能一個program走天涯 為提升療效 音樂治療師永遠學無止境 無論受作者喜歡樂曲、藍調、著事樂 我們都會按其喜好、能力和治療目標 給他們度身訂造不同音樂體驗 唱爭撥資源音樂 說不簡單集結四人爭處理不同類型的個案 給讀者介紹音樂治療的不同面向 書中個漢已年齡分類 讓人驚討原來即使是交互病房中的初生 相應而或是混有形之障礙的老人 都能獲益於他們未必了解的音樂 但個案同時反映音樂治療面對資源不足的問題 音樂治療師經常要東奔西跑 到不同地方與醫院、學校、前教所和老人院社等地方與受作者接觸 長者是Angel或Victor 的主要服務對象之一 為了提高成本效益 通常院社都會安排每組多達12人 而且讓進不了其他興趣小組的低能力長者參與 由於每人情況不同 要逐一評估 又要顧及每人反應 每次上課我都滿身大汗 Angel 說 他也曾向遠方反應 只即使同環應之障礙 程度不一、評估投入度的標準也不同 低能力病人與你對望掃描可能已是很大進步 但高能力病人則會要求有更多互動 大班一起接受治療的話 只能訂立比較寬鬆目標 成效可想而知 賀顯斌Plan 畢業回港後仍經常踏入校園 他的治療小組中都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透過聆聽指示 一起彈一起停等合奏活動 提升孩子的專注力 讓缺乏社交能力的小孩感受與人和孩相處的氣氛 Plan指出香港越來越重視融合教育 鼓勵主流學校接收患讀寫障礙、自閉症、過度活躍和專注力不足的學童 為此Ficture感到主流學校或